嗨,大家好,我是秀树娘 今天我用花嘎和大虾 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 一起来试试吧 首先取一把小刀 将清洗干净的花嘎抛开 在抛的时候注意一下手 平铺在盘子内 取几个大虾 将虾仁取出 开个背,将虾馅取出来 切成小段 将虾肉放在抛开的这个花嘎上 取一个碗 打入两枚鸡蛋 加入适量盐 将鸡蛋打散 鸡蛋搅散后 加入同等份量的清水 再次搅散 过筛 将蛋腌装入到盘内 将盘子放在蒸锅内 盖上锅盖大火蒸8分钟 蒸好后加点生抽 来点香油 来点香油 最后撒点香葱 一道营养美味的海鲜蒸蛋 就做好了 特别的鲜嫩哦 我是秀猪娘 喜欢我分享的美食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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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